黃河池水天上來奔流入海 無復環 為了你 我連老婆都不要了 除了你還有誰能勾走我 說好晚安 我都有點餓 你先陪我 去吃點東西 好 多聽你的 今天天氣真熱 你們 你們 你弄過了呀 無緣之 仙人 是你們 殺死了沉靜的靈魂 我一定會替死去的自己 綠紫紅的 如果我是一年前那個身材總要 醜陋不堪的我 他們絕不會如此 但 我要讓所有的人知道 我已經不再是從前的我了 如今 我叫林玉兒 好的林董 好的林董 你能把手都做了自己一下 喂 哪位 谢小姐 想了别人的东西 可是要还 你谁呀 神经病吧 我是你的讨债人 你究竟是谁 游戏即将 大家现在手上拿到的是 我们今年下期时装 新女性能系列的广告方案 按照方案的时间安排 接下来三天 我们要先确定 新城系列的模特人选 以及承接拍摄的广告公司 目前我们担选了 四名知名人系模特 分别是李元熙 林可欣 对一下 模特就先然 林总 这位模特的确够靓丽 但似乎名气太小 我们话语现在刚起步 只能知名的模特 会更名出力平台 名气小倒是无所谓 主要的是野心要够大 林总我不太明白 模特就定先然 好的林总 广告公司那边 我们这边 远翔广告公司 可是林总 据我所知 远翔广告公司的 意义的影响很差 拍摄水平也就一般 您为什么 大家能一心为了公司呢 我很欣慰 但定下谢安然和远翔广告 自有我的安排 大家一会儿 就去做对接的工作 今天的会议到这儿 那大家多去准备一下吧 我们的复仇计划 正式开始了 您那边按援计划解析 听闻林药儿 现在是广告界的新种美女 我真想见见 这个林药儿到底有多美呀 吴总你好 我是林药儿 林总 林总 吴总干嘛这么紧张 我又不是什么老巫婆 你都想坐 你就别开我玩笑 你说要是让你当老婆 那岂不是我三生有幸 你说 我能不紧张吗 吴远之 吴远之 你曾经的老婆就在眼前 为什么当初 你就没觉得三生有幸 吴总 这些安然青春靓意 果然年轻就是有活力哈 是是是 充满活力 这活力能当资本吗 要数 还得像林总这样的成熟女性 充满抵御令人招 吴总嘴巴这么甜 做你老婆肯定很幸福吧 哎呀 这摄影棚 好像有点热啊 吴的吧 刚开开 那我就不客气了 哦 哈哈 怎么了 还在为今天见谢然和吴远之担心吧 合约也签了 今天就是第一次拍广告了 也说死而复生之后 第一次跟他俩见面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总是觉得很不安 你也说了 是子而复生 你现在是具有魅力职场女性的林语儿 以林语儿的身份 对付他们没问题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啊 你如果还是担心的话 你就把他俩当作一块糖 放到嘴里吃金角 啊谢了 对了 你那边准备怎么样啊 放心吧 只要按计划来 没问题 林总 我总感觉你有一种 让我似曾相识的感觉 好 今晚 要不咱们一起共进晚餐吧 哎呀 那真是不巧 今晚我还有事呢 要不改天再约 好 改天再约 嗯 嗯 嗯 你总应该真有意思 嗯 嗯 亲爱的 想我了吧 哎呀 什么 这么快 就嫌弃我了 不是 现在是工作时间 影响不好 是怕对你影响不好 我都是为了你好 你现在是平面功课 竞争力很大的 再说了 你好不容易得到了 幻语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咱俩只顾顾大大人传出去 你说怎么办 乖 好好拍摄 我先回到公司 晚上联系您 嗯 谁也别想 把吴远迟从我身边抢走 谁也不能 等等 谢小姐找我有事 实不相瞒 我和远祥广告公司的吴远迟 是情侣关系 所以呢 都是女人 你忙不过我的 刚才你的所作所为 就是个勾引吴远迟 你是我品牌的摩托代言人 我也算是你的金主 这么跟金主说话 不太好吧 这吴远迟 可是个富二代 是您那点代言费 还真的 奉劝你一句 女孩啊 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 男人可靠不住我 这年老的女人 当然靠不住男人 您28岁了吧 这女人呢 一旦过了25岁 就开始摔了 你可要好好保养了 谢小姐 抢了别人的东西 可需要换的 祝你好运 这声音好耳熟 是他 真正的 真正的 银绝 小姐 我竟然用这么恶心的方式 跟他们对话 但没关系 我会坚持 直到完成 我的付出计划 喂 阿爹 氣死我了 你都不知道 那個林圓他有多鬆騷 他當了吳遠之的面 又是撩頭髮又是露大腿 真是氣死我 我早就讓你離這個吳遠之遠一點 當初你能把人家 從他老婆手中勾引過來 你就該知道 你不是最後一個 那不一樣 那個林圓又冷又醜 為了生個孩子 吃了那麼多中藥 結果搞得自己內分泌我亂 年老衰衰的 哪個男人見了不得跑 哦 我明白了 你生氣的點是 當初人家老婆長得醜 你搶得輕而易舉 如今這個林圓 不僅貌美如華 才很有實力 你感受到威脅了 哦 那我就讓他 從這個世界上消失 連女兒更搶不走 連女兒更搶不走 你連女兒更搶不走 呃 怎麼了宇兒 臉子弄擦 碰見吳远之是心內然了 雖然她們沒有認知 但我假裝不認識吳远之 還想辦法勾引她 真讓我覺得噁心 還有那個姓安然 一說到吳远之的前妻 那個囂張跋惡的樣子我 呃 走吧 我想自己一個人待會 你先回去吧 這個賤 要 這不是林總嗎 我開車技術不太好 沒傷照您吧 要是沒事的話 我就先走了 吳總嘴巴這麼甜 做你老婆肯定很幸福吧 你說 當我老婆幸福 我覺得 幸福啊 不知道今天是不是真老提老婆這兩次 我現在滿腦子都是靈敏 好好的 你提那個醜女人幹嘛 她是我前妻 雖然離婚了 我想提還不能提嗎 哎 呢呢呢 人家這不是吃醋了嗎 你不說 又不是認識一天兩天了 我這麼虎 誰 你不說 你不說 奉勸你一句 女孩啊 還是要有自己的事業 男人可靠不住我 我真是太沒用了 我口口聲聲說要復仇 結果被西安然嚇得腿都軟了 你又不是同鄉鐵壁 那車撞過來害怕不也是正常的嗎 再說 這復仇才剛剛開始 你如果要是退縮的話 你忘了 你以前給他第一期過 沒錯 是你把我從從前 那個水生火熱的樣子拉出來的 然後震坐起來 別回頭往前趕 才會越幸福 幸福 曾經的我 也挺幸福 謝謝啊 嗯 我給你點個你最愛喝的卡布奇諾 謝謝親愛的 你今天好美啊 平靜啊 不要 再給我吧 你願意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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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幸福 就是從結婚那一刻開始結束的 痛苦 也隨時而來 委屈 我現在真的跟從前不一樣了嗎 當然跟從前不一樣 老胡的技術很高潮 現在的林雨兒不是當初的林雨 完全是兩個人 你之前不是問我 為什麼會自殺嗎 我現在 可以告訴你 這 也是好奇 如果過往還是你心目中的一道善的話 我也不願意解開你心目中的心象 不 我要死他 我就是要讓他血淋淋的 只有痛了 我才能記住 我要復仇 我要前進 我不能退讓 我zym個腦袋 我 甚麼 你那就很想要 緣淨了快來吃早餐 我吃了沒有一個 這個烤場是我在超市打著買的 肯定更好吃你嘗一口吧來 我都跟你說了我不吃你法克風 煩 你跟黃莉婆我看見我就 一大早就大吵大鬧的 你怎麼當媳婦的嗎 整天哭喪的淚 你就生氣 三年都不下一個蛋 煩死人了 過去 等我懷傷寶寶後面 老公惠惠心轉意的 我們一家人 也會這樣 活目幸福 媽來吃水果 今天剛買的可新鮮了 你去把那個泡腳包 給我拿來 我要泡泡腳 哎好 年紀輕輕 整天靠著吃藥補身子 進門三年連個蛋都不下 我們家遠之真是瞎了眼 怎麼把這麼個東西去進門 媽來看 哎呀你要燙死我呀 你這個廢物幹什麼什麼都不行 我們遠之真瞎了眼 把你竟取進家門來呢 三年也不下一個蛋 你又有什麼用呢 我和你只會努力 努力個屁 我現在看你就煩 趕緊給我找 對不起 對不起 還沒叫 這個家裡 只有你是對我好的 嗯 這件廢物真好看 怎麼樣 嗯又搞什麼呀這是 你面 你面啊 我等你已經晚上了 又這大晚上了你幹嘛嚇死人了 我這樣不好看嗎 咱都老夫老妻的你穿著這樣幹嘛呀 這不是想給你一個驚喜嗎 要什麼驚喜啊 你現在成這樣你自己心裡沒數嗎 滿臉辣黃了 自己照鏡子 哎 哎 哎 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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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一定要抓住这对狗男女 不行 我不能这么冲动 得先搜集证据 不能打草惊蛇 喂老公啊 喂老婆 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今晚怎么了 今天是结婚今天日 你忘了 哦 今天日我真忘了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处理吃顿饭吧 你站下吗 哦 我那个面霜不是用完了吗 我现在在商场呢 我马上回家 没事 您帮我吧 晚上起点我到家接你 哎好的 我等你啊 领知 你来了 公司有这儿搭乱了 快上车 好嘞 你辛苦了 咱们都老夫老妻了 你穿成这样干嘛 哎呀 好不容易出来一次吗 我不想穿得太随意 让你丢了面子呀 你穿成这样 才丢过面子 啊 你外面是不是有女人了 说什么呢 没有的事 那这是什么 哦 中午同事聚餐 男的女的都有 我也不知道是谁掉下来了 你们公司中午根本没有聚餐 你竟然跟东我 你敢在外面找女人 我跟踪你怎么了 我可是你老婆 我没有找女人 你让我怎么解释你才信呢 在这些证据面前 你说这些 我能相信吗 行 你说你都有吧 你这个骗子 当初结婚的时候 你说对我一心一意的 这才三年你就变心了 我解释了那么多遍 你又不信你让我怎么办 你的解释就没有可信度 不能过就离婚 你再说一遍 我今天不想跟你吵啊 啊 你能下车 你先下 我让你下车 滚 你家没人吗 我家没人 我妈 打麻将去 没人的话 我们就方便了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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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你们 你要干嘛 怎么起歌呀 喂 你都把女人家回家 还问我闹够了没有 你这个骗子 下来 我这个骗子 就看我没死了过去 你也 我就越来越过 魏雪 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就没有现在的林宇儿 你是谁 我是吴远之先生的代理律师 这份是你由于吴远之先生 想好好联系我 不必了 现在就点 干什么放开我要死了 冷静点听我说 听我说 听我冷静点 跟我说 做错事的是你老公 不是你 你如果要是死了的话 最开心的是你老公 你说的对 不能就这么死了 受到的痛苦 让他们十倍的偿还 大夫你真能治好我的病吗 要 吴主任 吴主任 嗯 哎呦 你就放心吧 老胡 是你这个病 他是专家 绝对没问题啊 他这个病有把握 再来这么多年了 你还不相信我 放心 没问题 喂 加速 慢点 慢点 慢点啊 compañ 你要是不能报酬的话 就别浪费我的时间 就是不能报酬的话 就别浪费我的时间 出门 这个征服男人的其他要素是什么呢 顾伟旭 你看我这身行吗 你别光看 行不行你倒是说一声啊 太行了 林玲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设计师林雨儿 从今天起 我就要以林雨儿的身份 向所有伤害过的人复仇 远之啊 你什么时候公布我们的恋爱关系系啊 这两个人谈恋爱 为什么要告诉别人呢 当然要了 这样别人才能知道 我心安然名话有主了 哎呀 好在人家也是个模特 谈个恋爱 当然要发通告了 好 给你发 喂你好 是宗教部是吧 现在发一个 我和心安然的恋爱公告 发送给合作方的负责人手里 满意了吧 嗯 嗯 来 继续 哎呀 啊 说到我们这心情了 我正在看他们的恋爱公告 去吗 我去 你说 他们俩公布了他们俩的恋情 会不会影响到咱们俩的负责 以我对我也值得了解 即使结婚了也不会有多专一 更何况这只是一个恋爱公告的宴会呢 这个周末是我们广告拍摄的庆功宴 这场游戏 我一定要 这还不少 你是哪位 我是时尚丽人杂志主编郭飞 哦 郭主编你好 听说吴总与林总正在合作 郭某有个不行之请 想请吴总帮个忙 请说 我一直想找林总当我们杂志模特 可他拒绝了 如今想请吴总 帮个忙 请你说些好话 搭个桥 促成这件事 那我要是帮你的话 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 吴总尽管开口 林总啊 好不容易看上了我们远翔广告公司 我现在就等着林总的尾款了 也就是说林总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既然林总拒绝了你 那我也跑不了你了呀 郭主编 以后咱们再合作 好嘞 请 咱们去那边吃点东西 林总今天真迷人啊 吴总 安然 你们俩刚乖身了 恭喜你们 谢谢林总 谢谢林总 林总没跟男朋友一起来吗 吴总真会开玩笑 我哪有男朋友啊 今天啊 都是跟我换你的合伙人一起过来的 吴总 这次咱们的合作可以说是非常的愉快 希望咱们以后还有更多合作的机会 太好了 期待以后的合作呀 期待期待 那先失陪了 行行 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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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行 林总 不好意思啊 打扰我 鱼儿 去哪儿了 这 你是哪位啊 请问 你是哪位啊 是鱼儿的 伙伴 你这个男伴也不太不称职了呀 听你这话 你是想做鱼儿的男伴啦 怎么 不行吗 韦旭啊 我刚才好像看到李总了 我们过去打个招呼呗 好啊 请 你教的吗 女人征服男人的七大武器 美貌 身材 气质 丝袜 香水 眼泪 还有最重要的技巧 今天用了几招啊 一招呗 美貌 是技巧 欲聚还您 我介绍你 告诉你 以退为 先下手围墙后下手遭殃 看来未该反击一下了 你先回避一下 林董 艾然 你干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根本就没有碰到你 是你自己摔倒的 你 虽然 你都干什么 我 我什么都没做 哎呀 吴总 算了 还是别怪他了 毕竟 可能我做错了什么事 得罪了他吧 他也是无意的 啊 吴总 可千万要不得 一会你女朋友要生气了 对不起 林董 是我卢网了 给 我自己 我自己来吧 呃 啊 我先去清理一下 你 你 等等我吗 你 你什么态度啊 你竟敢在大盯口中这样让我丢人 打你 是呸行啊 我 好了亲爱的我错了还不行吗 你为什么真的令你啊 那蛋糕 真不是我弄的 不是你弄是他自己往身上抹的 真是他自己弄的 他居心不良 故意陷害我 人家堂当林总 能害你一个十八线的小蒙特 跟这林总背着你还 还说句好话呢 那他刚才还故意向我示威 就是他故意陷害我的 没有比我更了解你的了 你是不是看我对人家好点 就在满天吃飞猪的 那你说 你是不是看上那个林云了 我警告你杨仙人 你现在是我女朋友 即使你是我老婆 我想干啥我就干啥 你听见没 林总 郭主编 好久不见 无事不登三宝殿 找我有事 还是想请你当模特的事 这个事我第一次见面就已经拒绝你了 再加上 您上次的动手动脚 也验证了 只有不三不四不正经的主编 才能做得出那样毫无底线的八卦杂志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林总 你可以不答应 那我将会宴会当天那个视频 打出去 什么视频 什么视频 没想到吧 宴会当日 我偷拍到你 将杨仙人的蛋糕 按在自己身上 你的真面目 要是被大众看到后 不知道会不会射死 那你要如何证明 视频里的人就是我的 你要是能证明 那就坐实了 你偷拍的嘴 你要是不能证明 那我就只能告你诽谤咯 我主编 嗯 洗漱了吗 你也就在吃啊 简直太像 来人不住 怎么 说出话了吗 没事 我只是想起 以前给吴远之做早餐那会 他总是一脸嫌弃的样子 他那么嫌弃的东西 你却说好吃 可想而知 他当时是有多么的讨厌我 遇到不同的人 就要有不同的经历 对吧 也许吴远之是多数 你经过五年了 虽然说我不赞同他的做法 但是这个肠的确实太好吃了 目前来说 吴远之应该是已经被拉下了 我们后面的计划 应该会轻松一点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西安然是一个很有心情的人 所以说啊 要用绿茶的方式打败绿茶 所以说上次 你故意把蛋糕弄到身上 身外的引起 吴远之的出意是吧 女人的第六感很准的 她当时在摄影棚的时候 就想开车来撞我 所以那天 她拿着蛋糕向我走来 我就知道 她肯定想怎么使坏呢 所以 你就来了一个顺水推舟 所以说啊 无碍一身心 只要心里无碍 就能收放自如 拿捏他 你笑什么呀 我笑你终于不是 那个当初寻死密活的傻妞了呗 你说谁是傻妞呢 妞皮痒了是吧 找打我发现你 哎哎 我 妈妈 生 人呢 都是一员孩子 远之竟然不接我电话 小刘 小刘 去开玩 小刘 小刘 谢小姐 我们太太不是说了吗 让你不要带来了 我不说不抢 就是过来给阿姨送个礼 什么事了这么吵 谢太太 谢小姐的胖 阿姨 大刀小果都水 阿姨 这个是我送给您的手朵 送男人的女人能送的吗 阿姨 这可是水大福的黄金手朵 我帮我帮你带带 太适合你了阿姨 还有什么样子 阿姨 这个是四地的披萨 全是水雕的 还有这个 这个是 诺克辛上的皮包 加皮一碗酒 还有这个 这个 你要不用了 肯定美上加美 你这孩子挺会挑的呢 在这面坏人家庭的小伞 一个健全也开始坏 这两个孩子 凑一对了 阿姨 我和远之的事 我和远之的事 哎呀你这还挺实相的 如果远之同意的话 我就没什么话了 阿姨 我最近和远之有点小矛盾 我就说嘛 无事不登三宝殿 这样吧 我帮你一次 以后的事就全凭你自己本事了 谢谢阿姨 您带真好看 妈怎么了 二人来看我 我留他在家吃晚饭 你今晚上早点回来吧 没有这个必要吧 别废话 早点回去 这个仙人 又搞什么鬼 第一步 你现在与一 你已经取得了吴远之的信任 那么然后 你就要攻破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这样 才会让谢然感觉到背叛 哎不是 我怎么感觉 你比我还恨这个谢然啊 谢然 我也要让你感受到当年的感受 你 你嘀咕啥呢 啊 啊 没什么 你有事瞒着我 没有啊 还说没有 我之前以为 你把我从河里救起来 又让我接受老胡的治疗 是因为你正直善良 让无家可归的我住进你家 是因为可怜我的遭遇 但现在看来 你帮我改头换性 还制定这一系列的复仇计划 事情没那么简单 你真实的对象 其实是谢安然 我说的对吗 顾伟旭 我在你面前可以说是没有秘密可言 你就不能对我也坦诚点吗 谢安然是我的错 什么 你们 是恋人关系 那 那后来怎么 后来 他背叛了我 后来 他背叛了我 对不起 对不起 亲爱的 我前两天逛街 看中了一个包 你买给我好不好 没买吗 是这样 我昨天出畅的钱还没给我结呢 嗯 我这现在还有点 你先拿着 就这么点钱 购买什么的呀 连个包链子都买不了 哎 哎 哎 你干什么 谢安然 我都想问问你想干什么 那男的谁啊 三家老老八婆的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你看看你那个虫酸样 连个包都买不起 我还要考虑你的感受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看看人家李老板 给我的小费 比你半个月的工资都要高 啊 谢安然 你脚踏两条船 劈腿有钱人是吧 脚踏两只船 你也算是条船吗 那我就正式的告诉你 你今天被我甩了 所以你才选择救下了我 后来 我一直暗中问查西安然 好几年前 我发现他跟吴远之有了勾结 才发现 有你的存在 所以我在家里 发现了吴远之和西安然 我被汽车撞晕的那天 是你把我送去医院的 我不能见死不救 你是无辜的 我自杀的时候 你出现在桥边也不是偶然 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你 就是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给你接触 再到后来 复仇的这件事 你现在也迟到 啊 当然你啊 如果要是觉得我是在欺骗你的话 那复仇这件事 不 我要复仇 二子 你跟林蜜离婚也挺长时间了 你再也没提结婚的事啊 妈 这吃饭呢 你聊这干嘛 妈不是着急抱孙子吗 我看 安然就不孙 人长得漂亮 又懂事 还挺大方的 你们俩谈恋爱也很长时间了 要先登得起 上一段婚姻 对我造成了严重的创伤 我需要时间恢复 现在不想结婚 你怎么出轨被人家引力抓到 现在你内心受伤害 我不管 反正我就着急抱孙子 你给我快快点 我这不心里烦着呢啊 我打盘去 你们俩吃完饭 早点歇着哈 什么时候你跟我妈 我一旦见我 人家联系不上你吗 你又不理我 我只能买点礼物 来借着看阿姨的名音 来和你巧遇吗 你确定是在等我 还是想讨好我妈 比我结婚 哎呀真的没有 我知道你不喜欢被人干涉 所以结婚的事 我们顺其自然就好了 懂事听话才是 乖宝宝 走 摩特到位了没有 经纪公司的人呢 我正要开拍了 摩特经纪公司的人员 麻烦点谢谢谢安然 林总 林总 怎么了 谢安然到现在都没有来 工作人员也联系不上 摄影师正发火了 说再不拍她就走了 时间表呢 发给她和她的公司没有 我一周前就发给过了 我还特地跟谢安然的经纪人宣问过 这样 你先去安抚一下摄影师 然后继续联系谢安然 好 我之后去 这个谢安然 我都要看看 你到底想干嘛 只要我不出现 看你这个广告怎么拍 到时候 你林雨儿 还不得乖乖的 过来求我 还是联系不上 现在可怎么办 都要发公告 就说摩托谢安然离奇失踪在摄影棚 来了来了 谢安然来了 我 这么热怎么拍 你怎么拍的 你怎么拍的 吴总 今天是我们海报拍摄的日子 您不过来看看吗 林总邀请 我当然要去了 我现在就在附近 马上就到了 你能不能认真点 没有心态 怎么认真呀 不是 你一个18向的小模特 你在这耍什么道 什么玩意儿 我 我劝你啊 还是乖乖地把海报给拍了吧 要是耽误了海报的出片时间 那刚昂的违约金 你可付不起 违约金 我可是吴远之的未婚妻 我的未婚夫 多少违约金都付得起 我们呢 可不差你这点钱 这么有自信 一定能嫁入好门啊 当然 我那个婆婆就是个傻子 只要我这么一红 我就能马上嫁入吴家 说吧 到底要怎么样 你才肯继续拍摄 我要你 跪下来求我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我们林总是给你发工资的资方 你让我们林总给你下跪 你疯了吧 什么意思 许远之 你怎么来了 你给我乖乖地把海报拍完 你我的事 等我回去再说 林总 方便进一步说话 行 真是对不起 都怪我 都是因为 我平时太惯着些人 没有吴总 其实是我的不对 可能是我们之前的相处 让安然误会了 他私底下找过我 看得出来 他对你很关心的 西安然 私底下找你了 我今天让你过来看拍摄 也就是希望他明白 他在你心目中的地位 不是我可以比你的 月儿 你喜欢我吗 你 你还是第一次这么叫我 你要是喜欢 我可以天天都这样叫你啊 那 那我也可以叫你远之吗 好好啊 对话 喜欢我 其实 我在第一次见你时 就已经深深地 给你给吸引了 我也在想 如果你没结婚的话 我也想为自己的幸福 勇敢一次 但当我犹豫不决 决定走向你的时候 却收到了 你和西安然的恋爱公告 女儿 我今天晚上 能请你吃饭吗 我也很想去 但是 所有人都知道 你和西安然才是情侣 我不想做你们 情感上的第三者 女儿 你放心 我一定会处理好 这段关系的 你等我 胡远之 就这么轻易 就进入我的陷阱了吗 郭主编 您该不会是来找我做模特的吧 我有比当模特 更让你感兴趣的东西 什么东西 情郎与别的女人优惠 你这正牌女友 到底心宽 还在这购物 无缘之 你这个混蛋 日后有需要 随时联系我 你这么做 有什么目的 因为 我也不想让林云儿好过 好 那你就帮我调查林云儿 我不会亏待你的 如果这能查出来什么 好处 一定不会少你的 好 没问题 远之 你别不接我电话 你别不理我吗 你在人前 是我妈是傻子 我是我妈的儿子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是傻子呗 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远之 那你什么意思 你是我未婚妻 我还得给你赔委员金 你当我是人家大头呢 我告诉你 你这辈子都不能成为我未婚妻 从现在开始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 远之 都是林云儿那个贱人 他故意激进我 你闭嘴 我现在不想叫你 还有 咱俩分手 远之 我不想分手 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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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反归你 看我怎么揭穿你的真实面 找着这个 嗯 怎么了 有个陌生的号码给我发了条消息 什么内容 是我当天被吴远之和西安人的车刮倒 不是个意外 而是我的拖鞋被人涂了一层特殊材质的用滑油 完了 发消息的这个人肯定知道了我灵力的身份 会是谁呢 发现 电话号不记住 请回查 不过能接触到我的拖鞋 想必不会是吴家以外的人 看来 我要想办法再回一趟那个家了 刘美娇 喂 韦絮 怎么了 我查你公司手机号码收尾的商品 不过只有买家身份还需要两天时间 嗯 好 辛苦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这还有事吗 姑娘 你好 你好 请问有什么事吗 您是这儿的住户吗 哦 我可不住这儿 这是我家太太住的 我只是这里的保姆 这不太太儿子的房间空住许久了 太太让我收拾收拾 对了 你问这个做什么 哦 我想在附近租套房 所以想过来了解一下租房信息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要不你再找别人问问吧 嗯 行 谢谢啊 嗯 干性皮膜油 能接触到我脱鞋的人 胡远之 难道你真是有遗害我 喝酒上去 什么喝点酒 喝点水吧 你一个酒吧老板 让客人少喝点酒 那你这酒卖给谁呀 我开这个酒吧 还真不是为了买酒 我懂 情怀 一种撕心裂肺的情怀 怎么说 就像我 一定要让吴远之 重新爱上我 然后 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而你 被歇而然嫌弃 你是个酒吧 助创的穷鬼 所以赚了很多钱 开了这个酒吧 但是你不在乎生意 也不在乎 有没有客人 我俩 我俩呀 真是同病相连的 我俩呀 真是同病相连 哈哈哈哈 即使同病相连 我也要陪你 都是脑子 肉起来了 快吃点东西吧 哎呦 顺便给你说点正事 昨晚不好意思啊 喝多了 又给你添麻烦了 知道添麻烦 以后就少喝点 嗯 挺好吃啊 嗯 你要跟我说什么事 哦 对 你上回给我拿的润滑油 查清楚了 叫什么干膜皮滑油 是用来放在相机 还有电子产品 用来润滑的 相机 想到什么了 我记得有段时间 吴远之突然很喜欢摄影 经常用一种很难闻的液体 在那插他那相机 我还说他来着 对 吴远之也是最能接近脱鞋的人 脱鞋 润滑油 我就说 当时他们车把我刮倒的时候 我鞋底怎么像踩着钉面一样滑呢 然后我脑袋重重的摔在地上 所以我才会昏迷那么久的 我赞同你这个分析 不行 我去找吴远之问清楚 他为什么害我 哎 坐 先别冲动 否则会打扰惊蛇 他现在要谋杀我 我们现在的银人 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机会 一举公华无家 林总在忙吧 对林总在看睡 这花 应该是送到呀 这怎么连个信息都不过说 到底 喜不喜欢我 其实 我在第一次见你时 就已经深深地被你给吸引了 我也在想 如果你没结婚的话 我也想为自己的幸福 勇敢一次 可是上次他别去一去 他应该是喜欢我的 进来 林总 有人送花给你 花 谁送的 不知道 行 放这吧 你先出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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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之前把下一季新品服装的设计图纸给我送进来 进来 进来 林总 有点好 我们测试总要进来 你现在就在 取得进来吧 请走 老 我的话你收到了吗 哎 我 你 就这么讨厌 我 不是讨厌你 我是怕被别人误会 特别是你女朋友西安然 她说的话多难听啊 而且 我也不想让你难做 你懂吗 远之 远之你干嘛 你不要 你不要这样 我不想擦住你和西安然之间的感情 我跟西安然已经分手了 远之 今天发生的事情太突然了 你让我冷静一下 你先回去 我们过两天再好好聊 向远 那我等你心啊 喂 回事 怎么了 你不舒服吗 没事 先给你聊吧 好 我再留下等 谁惹你了 刚才我远之来我办公室了 我明明那么恨他 我还得假装很喜欢他 而且 而且为什么我越是拒绝他 他反而越是热情越是体劲呢 我跟你说啊 这就是男人的正常心理 什么东西男人越得不到 他就越想得到 你知道吗 男人有一个心理叫做 猫性的心理 就好比说啊 你拿着一个绳子去遛猫 猫总想得到这个绳子 如果你把这个绳子摘下来给猫呢 猫就会玩几分钟 然后 就不会再理会了 如果你要是还不懂的话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两个人亲吻 当两个人的嘴唇慢慢的快要碰到的时候 你突然重生 然后 我远迟就会 像热狂的蚂蚁 越来越想 得到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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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迅你干嘛 哎呦迅你干嘛 哎呦你不要不要这样 有啊 有事吗 甚至都是我不对 我能不能进食堂饭 你赔不是 行中午十二点赤华餐厅 那可一会儿见 七条七条点 七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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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吴总 我实在拦不住七条点 远之这是我亲手做的饭菜 你饿了吧 我吃了之后 吃零人傻子了 哎呀远之 那林云就是难话故意激我 我知道我应该多加人呢 可是你也知道 人在气头上不容易受烟情我 别生气了 你快尝一个 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 不要紧 否则 对不起 吴总你看着我干嘛 我脸上的脏毛霞 林总 你真是太美了 吴总真会开玩笑 林总 你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女人 哎呀 怎么都老夫老妻了 你穿成这样干嘛呀 哎呀 好不容易出来一次吗 我不想穿的太随意 让你丢了面子呀 你穿成这样 才丢我面子 这世界上可没有什么完美的女人 而且男人总说女人如衣服 在我看来 男人对待女人就像臭袜子 用完就认 林总 我可是非常专一的男人啊 你别激动我可没说你 好 我去上个评件 月儿 我查到了给你发生一段新的人 就是喜爱人 什么 我知道了 你最近跟仙人怎么样了 我们分手了 我现在单身 你好 你好 我们三天这招有以爱致命的老板活动 可以为二位免费拜情侣照 可是我们还不是情侣啊 没关系的 朋友 家人也是可以参加的 林总 你愿意吗 好 不好意思 相机坏了 用我手机吧 来笑一下 你好女士 手机好您 我看一下看来挺好 嗯 你失落占宝的豪门 如今正在和我共进午餐呢 林雨儿 你这个贱人 东西呢 钱呢 下次有这样的好事 记得再找我 想不到 林雨儿只是拒绝了自己家的杂志模特 你这如此回恨在心 他当面羞辱 我怎能不恨 不过 有钱赚 我何道而不为呢 啊 对 我查到那个杂志社主编郭飞 在现任背后查你的资料 郭飞 对 你也有什么事 苟主做 让你久等了 林总 您很客气 一心小亲您见一面 这才是请坐 中国ada 那个 锅主编请坐吧 你跟这个郭主编聊一会 那我就先去忙了 哎先忙了您好 据我所知呢 你们的杂志是一个读人眼球的八卦 新闻以你们这个状态 这个气质不符合我们林总的气质 你谁啊 郭伟迅林总的合伙人 哈 郭伟迅 郭伟迅你来的正好 郭伟迅你来的正好 那你看郭大主编今天就请先回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郭飞不是什么好人 现在看来 他跟这个西安然还真是蛇鼠一窝呀 不过不知道他们手上 到底掌握了哪些资料 我觉得西安然如果一直追着你不放的话 咱们还是先暂停计划 那不行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了这一步 绝不能半途而废 而且我现在跟吴远之相处的非常游人有余 放心吧没事的 那你自己小心点 林宇儿你这个贱 你这个狐狸精竟然勾引我未婚夫 你干什么 你们怎么在一起 这有什么魅力 能让每个男人都背着你转 发什么吼 有时间在这沙坡 还不如想想如何去挽回你的豪门吴远之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发短信的人就是你 没错 就是我发 又是林宇 不认识什么你 你怎么承认我 因为我 你就是吴远之的前妻 林宇儿 有证据你就拿出来 没有就给我滚 我会揭穿你的真实面目 到时候看吴远之 还会不会喜欢你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谢爱人手里有什么证据 林来将党 谁来突然 不过咱们的计划确实要加快脚步了 对了 RK项目我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着吴远之吴坑了 行 我尽快愿吴远之见一面 复仇计划也该收尾了 吴总说了不许你进入 不行 我不能做一代币 我远之不离我 我就从他老妈那下手 小刘你把这领域给吴远较进去 阿姨 阿姨 我听说最近我儿子都不肯见你 你怎么惹他了 我们只是闹了点小矛盾 你还骗我 我早就听说了 你在大庭广众之下说 我是个傻子 只要你哄一哄 就能很快的进入我们吴家的门 阿姨您听我解释 都是那个林语儿 他故意勾搭远之 然后又刺激我 所以我一怒之下 才说出那些话的 你当初不就是用这种手段 把我儿子从林语的怀里抢走的吗 还好意思说人家 对了阿姨 我过来是想告诉您一件事 这个林语儿 她就是林语 她现在白头换面 又换了名字 故意来接近远之 你想她能按什么行呢 不对啊 我听说林语不是跳和死了吗 怎么可能改头换面成为别人呢 我找人拿了林语儿手写的字迹 然后和林语做了比较 这文件 这文件 是怎么到你手里的 我这是找 杂志社的枯飞 拿来的 有话快说 是 是这样的阿姨 这个 是林语的记账本 你拿着这两样东西 去专业机构建立这两个人的秘密 那他接近我儿子 一定别有用心啊 就行 我得给我儿子打个电话 吴总 本来今天晚上全约你吃饭的 没想到你提前先约我了 月儿 咱们真是心有灵犀啊 对了 你晚上说约我吃饭 是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 我朋友啊 给我介绍了一个项目 低投入高回报 不过我有点拿不顶主意 所以想问问五种你的意见 说来听听 你看看啊 这是我们的项目书 RK这个项目非常好 女儿 要是你们不想做的话 我们可以做呀 吴总 你要真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帮你搭线 介绍你们认识人士 太好了 期待合作 期待合作 我 儿子 妈刚收到消息 林玉儿就是你前妻别命 谢安然的话你可以不信 你想办法 找林玉儿的笔记对一下 那不就一目了然了 吴总怎么了 脸色不太好啊 没事 对了姨儿 你能不能把RK公司的项目经理 和电话名字给我写下来 我手机发你 不好意思 我手机没电了 没电了 看来这个欣然拿到的证据 就是我的字迹对比了 行我写给你 可吴总的福啊 最近还在你女朋友口中 得知一件非常可笑的事呢 显然又去你公司砸拨了 砸拨就算了 他居然说 我是你的前妻 难道就因为我们都姓林吗 这也太荒谬了吧 吴总 你该不会认为 我真的是你前妻吧 月儿 所以呢 你就让我写字 和对比记 月儿 我 你误会了 误会了 深圳不怕影子邪 我倒不怕这些无端的猜忌 不过 我希望吴总你能明白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女 而我林月儿 也绝不做别人的替代人 月儿 你的字迹跟我前妻的字迹 完全不一样 这个欣然 又在这无视生非 元智 我希望你明白 能下定决心跟你在一起 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 我也必须要告诉你 我林月儿 绝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欺负的人 也绝不是她欣然 可以随意诋毁的人 月儿 你别生气 这是我来处理 元智 这个欣然 一而再 再而三地招惹我 如果你真要处理 我希望 你能给她点颜色看看 你放心 是不会让我心爱的女人受伤啊 这事儿 我一定处理好 吴总 你干什么呢 月儿 能做我的女朋友 吴总 我希望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 你能先处理好你和谢安然之间的关系 不然她到时候又上我公司去骂 她没叫杨 我还要脸呢 我先走了 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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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安然 真不是生油的豆 我得想办法 我这个贱女人处理掉 手机才告诉你 你能不能笑一笑 我要摆这张此言脸好了 你到底是不是专业的 拍个照片你不会吗 是我不会拍还是你事多呀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老娘不拍了 不 不拍可以 五百万的违约金 赔完你就可以走 白纸黑字的合同摆在那 你要么好好拍 要么赔钱走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可是你的金主 以后别在我面前趾高兴啊 你 你 你又要干什么呀 远之我告诉你 这个林语儿他就是林蜜 你是不是有病啊 跟个脱腹似的 我告诉你 我不管他是林蜜还是林远 你的事 你别管 可是可是他会害死你的远之啊 林蜜 我告诉你 又善良 又有能力 他知道咱俩是情侣之后 连我的电话都拒接 你说这么善良的人 他能害我吗 你看看你现在自己 到处像要我老命的神经病 我警告你啊 以后别来骚扰我 要不别怪我不念旧情 对你不客气 吴远之 我没想到你这么无情无义 好啊 既然你无情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想让我不要烦你 可以 五百万给我 不然的话 我就把你蓄意谋害你前妻的事 捅出去 我怎么会遇到一个 你这样的贱人呢 我这人可能有三十万 三十万 门都没有 你非你都没想住这个门 你不要 你让我收回啊 谁 吴远之 吴远之 你怎么从宇晓她下来 宇晓是我女朋友 吴远之你干什么送走 宇晓 他为什么从你家下来啊 顾委屈我搭档你们见过吗 同时也是LK项目的牵线人 吴远之你干什么搜走 LK这个项目就是伟旭的朋友在做啊 我今天过来找他 就是想让他帮忙牵线 让你们俩见个面 对不起 伟旭不好意思啊 你先回去吧 LK那边有消息 你再通知我 好 我 我 我 你别生气 就是因为我太 unspire你了 所以才干出这种充足的事情 反正你吃话像你会不适啊 不吃了 一会公司还有事 是一个有格性的女人 听说换一公司合伙人 爱恋恋女儿 实际上叫顾伟旭是吧 就上周我在身旁见到他了 风度翩翩 意表荣彩 很直帅气 跟你说 在外面在现场 一处之间 这都不算什么 你说他俩都注意一下 我不走得好 这边请网络你们这怎么出来了 因为我们天天在片场 这事片场都传开了 好工作 我看你妈眼睛是吧 这边就想你 我警告你 人语言说你朋友 你最好不要有非分之想 据我所知 女儿不是还没答应你吗 再说了 然后可以 这个项目 我还得往前线呢 你 公使公司是私 你不能火蜜糖 是啊 公使公司是私 但是既然你来了 我就要告诉你啊 一会儿 然后可以项目负责人回来我这儿 你如果要是不着急的话 就在这等会儿 好 快等吧 阿姨 你听我说 那个林语儿 你现在听我说 我儿子现在是烦死你了 他就跟我说了 千万千万不能让你踏进我们家一步 以后 些安然你就不要再来了 好吗 阿姨 我是真的很爱远 那你就帮帮我吧 阿姨 我 我儿子遭山目寺 喜心厌旧 我有什么办法呢 再说了 你以前给他当小三 早就应该知道有今天的 你们年轻人今天爱这个明天爱那个 我是看不懂 我也管不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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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进去吧阿姨 看合同没什么问题吧 合同没有问题 啊 那合同没问题的话 咱们就明天去公布 那合同一起了 大家祝他们合同愉快 拜拜 你怎么还在这种酒吧 当没有钱托得住畅哥手啊 托你的福 这家店是我的 我调查过你 你开了不少酒吧 投了很多资 你赚了不少钱啊 到头来啊 我才是那个没有钱 又没有男人的消丑 哎 其实与其你暂时伤心难过呢 我都不觉得 你去 有点知呢 把你想要的拖回来 怎么要啊 你这个方法太绝了 你为什么故意放消息 让我远之误会你喜欢我 还让他知道我们俩住一起 哎呦你别急 你听我说呀 男人只有在竞争的关系中 才能产生对女人最深的爱意 就那些人 自己比对的那件事 他怎么可能不怀疑你 所以 你是因为那件事 才故意让我远之吃醋的 不然呢 不然呢 不然 没什么不然的 你这是我搞什么名堂啊 我 我 认罪的警察 不知道你现在已经恋犯我了 先我可以不要 我就想 让你在我们分手之前 再爱我一次 就今晚一次 可以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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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发生了什么 嗯 我早就见面了 我们见不见面取决于你 昨天晚上 你对我做的事 可都存在这个幽盘里 你陷害我 谁让你这么无情呢 给我一千万 否则我就告你 当初不是五百万 当初你也没有给啊 现在涨价了 谁让我来 你勾引到我 你怎么勾我 你怎么勾我 喂 女儿 你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其他人 已经进了航空广告公司 有十分钟了 估计 他已经拿到钱了 还有一块进行 女儿 是你啊 原志 要可以那边催我呢 问你们这边的资金 什么时候能到账呢 女儿 我现在有点急事 你要不 能不能让我缓一缓 缓一缓 你可是跟人家签了合同的 资金不能按时到位 你这是违约要赔钱的 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我来想办法 看来 真的也是想办法借钱 一十两分 你怎么告诉我 视频没剪辑过 内容 很劲爆 踩 随便踩 这只是一个备份 我只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之内 你要是不给我一千万 就别怪我无情 嗯 吴总 LK项目的投入资金 已经全部准备完毕 您看 什么时候给一千万张费过去 你买这个钱 回到我的个人账户上 这样不投吧 让你贵你就贵了 咋那么多废话 是 喂 先生啊 你能不能让我安静吗 我只是提醒你 交钱的时间到了 钱我也准备好了 你什么时候把实际给了 那就一个小时在你的办公室借 借款合同 一十两分 走吧 远志这都两个月了 你资金怎么还差五百万啊 你之前不说已经准备好了吗 打你电话你也不接 你怎么回事你说呀 RK的一千万 我准备了 结果竟然仙人仙人仙人求诈我 一千万 我把钱都给他了 RK那五百万 我也是借的高利贷 什么 你竟然借高利贷 哈哈哈哈 哎呀 请问哪位是吴远之吴老板 我我我是 我是续阳债务公司的 您连本带利的欠款是七百二十万 今天到日子 我客气点啊 天哪 能不能再换一换一换一换 就是我一周的选择就一周 一周 啊我们都是文化人啊 行给你一周时间 不过 一周之后再还我上 什么打赏 包括人 哇 远之 LK那边要你配违约金 然后你又欠下高利贷 那现在怎么办呀 不行就把公司保护着 能不能那个酒店数 还要不再买套房产 其实我倒是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 算是天地了 最近我刚好有美房的打算 要不你把你的别墅卖给我吧 这样你也有资金可以周转 这是个好主意啊 你给我妈住哪 我们也不是外人 就让阿姨继续住在别墅里呗 刚好我也想跟阿姨多聊聊天 都了解了解彼此 对对对 就这么办法 月儿 我这还是觉得你去奴家住不合适啊 那再说了 如果他们一旦知道你是灵力的话 那可就危险了啊 放心吧 我已经不再是从前的灵力了 还能站那儿 少少让他们欺负我呀 没那我也不放心 你不放心我啊 我我们不是搭档啊 不放心不会喊着 我办 我放心吧 你伙伴 强着呢 对就放这我喜欢绿植 师傅 给我这椅子啊 全部拿出来搬走了 嘿嘿嘿嘿 凭什么扔我的家具呀 听说你挺喜欢我儿子的 你要想想清楚 这毕竟是我的家呢 阿姨 我希望你也能明白 如今我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这水果你别吃了 都搜了 这铁子 还能厉害我 肥虽 你就是这三个人 你走 快走 你走 你曾给过我的温暖 我会一直记住的 阿姨 这是要去哪啊 刚才那水果搜了 麻烦你再去接点新的 你 还有 我今天忙一整天浑身都是汗 一会儿再帮我准备一下洗澡水呗 你太过分了吧 你儿子都把一千万给了新安人 如今还欠下一屁股的债 你要不在我家帮忙干点活啊 你都得吃天脚底下 你啊应该感谢我买下你们家别墅 不然哪个买主 会愿意跟一个老太婆住一起啊 想不想一千万 你居然都给了新安人 你脑子自知净宠啊 妈 你就别叨叨了 我已经够烦了 嫌我叨叨 你爹就留下这个迷派别墅 现在都让你得卖坏完了 老婆还在看别人的脸色 拿走别人的别人 我就和你卖坏关系 仙人那边现在已经没我证据了 我能把这一千万要回来 看完 去找两个小混混 到仙人家 把我那一千万要回来 呼 把吴总的一千万教出来 小吴总 什么一千万 武是 我 只想 把吴总的一千万教出来 你今天要是不把錢交給我們 你哪有個小姐 兩位大哥 所以我要是給你們拿一千萬 我也得回去拿不是 別耍小朋友 趕緊開門 我狠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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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要是 那我一直想 快 我狠 我狠 那了 那了 開口號咕嚕拿來被子 不管我要不要 那又沒有把錢匯付其他政策 為了安全去捡 還是把它直接交給你 站住 我远之 是你逼我的 是你逼我的 欢迎下一期度的海报主题 别走 因为我出事了 怎么了 不知道是谁在网上发布了 违约前面西安然的视频 现在整个网上就成功了 立马给西安然的公司发违约函 同时公布我们公司 与西安然的解约公告 好的 林总 西安然你施加在我身上的痛苦 我也要你 西安然你是个贱人 视频你不是删了吧 开门 西安然 喂 刘总 西安然你怎么回事 连创作废主丢人的心 我们公司的声音全给你回来 现在话语要和你解约 我愿意不乱了自己先帮我去 竟然落井下 嗯 刚好爷 要出去啊 出去打拍 来 什么在家看着你心烦 林语儿 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谁 没 Hm 消 你们 看到刚才vi 别逼 为什么 你们 把 sert 你是不是想找吴远之和谢阳兰去谋害你的视频画面 你 你怎么知道的 你们出事前一天 我就在别墅里看见吴远之和谢阳兰 两人拿了一密的拖鞋 人就换天 我只是个保姆 所以这大没有看见 所以监控里只有他们害人的证据 一密调天一出事 我就觉得蹊跷 于是 先一步跑到书房去查看监控 果然让我发现了端年 签了 这能行吗 这个是皮膜油 喷上之后就像我们鞋底 安个滑路 我保证林立爬楼梯的时候 一定能帅个半死 那可要多喷一点 万一他还有半条木能吗 我就做不成你老婆了 可好 你一家的无家 日子过得太苦了 我也帮不了他什么忙 于是将那些片段全部存在我的油盘里 我顺手把电脑的内容给删了 他们以为电脑坏了 所以就没有深究 providing 让我们赶紧 没有 阿婆 我们走了 就是给你们的油盘 我给教 谢谢你 快走吧 别让太太发现了 请进 宇航 你拿的也不跟我说一声 给你的 这什么意思 借给你的五百万 那是还贷款吧 事到如今 人人都避着我 宇航 还是你对我最好 谁让我是真心喜欢你呢 宇航 从今往后 我会好好待你的 宇航 你能不能嫁给我 林玉儿美丽优雅 更何况她资产雄厚 只要我娶了她 她的财产 有一半就是我的了 宇航 有了你这么问了 我的压力 减少了好多 对了 跟你们怎么样了 我已经让我失去求情了 LK的负责人说 她可以不追求北约金 太好了 宇航 这个仙人 真是个疯子 把一千万 花贷只剩十二万 你别提她了 好啊 宇航 宇航 这个戒指 我早就准备好了 一直不敢给你 我不想再等了 你嫁给我吧 你以为你 除非我子 妈 你来这干吗呀 你看 这是电影报告 他 林玉儿就是你前村的灭 你是灵灭 没错 我就是灵灭 我当时一直想不开 想要自杀 是被顾伟虚给救了起来 后来通过中医治疗和锻炼 才变成了现在的领域儿 我虽然恨过你 但一日夫妻百日恩 我发现 我始终还是忘不掉你 那你靠近我 是为了复仇吗 远之 你扪心自问 我跟你相处这些日子 我什么时候害过你 在你最落魄的时候 自己有问题的时候 我还借钱给你 你一直在帮我 当初我确实想一死了之 当我被救起来之后 我就只想告别过去改变自己 就是希望 见到你的时候 不再是从前那个丑陋的模样 你别被他蒙蔽了 虽然我很爱你 但你的母亲似乎不能接受我 所以 这个 不不 我不管你是林蜜还是林女儿 我都会娶你的 你个蠢货 鬼迷人心窍啊你啊 来了随便做啊 这视频还有一点就剪完了 这婚纱还是怎么回事 吴远之送的 这小子还挺有眼光啊 你穿肯定挑戴 别开玩笑了 要不是为了演这出大戏 我早晚扔垃圾桶里了 真是职业戏啊 你那儿丁过啥呢 啊 我是说啊 吴远之这小子何德何能啊 能娶你两子 别废话拿着 结婚用的乳盘 哎其实我觉得把这个乳盘直接交给警察不就得了 还非干嘛要结底死婚啊 怎么 你怕我假戏真错再次爱上吴远之 如果我真的假戏真错再次爱上他 你会怎么样 那我就把你抢回来 不是我的意思是 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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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谁嫁给他谁倒霉 行吧 放心吧 我才不会让自己在同一个坑里摔两次呢 走吧吃吧 没错 都是我做的 但是我可没陷害你啊 这视频上的哪一句话 不是你亲自说出口的呀 我早就告诉过你 林语儿接触你是有目的的 你偏偏不相信我 什么 你嫁给我 不是因为你爱我吗 爱啊 一个和小三合起火来害自己老婆的人 你也配说爱啊 我等了这么久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你来跟我说爱 各位 我有些话想说 一年前 我叫林明 是吴远迪的老婆 记得刚结婚那会儿 她说不想我抛头露面 我就辞去了工作 放弃了梦想 每天在家洗衣做饭 伺候着她 和她的母亲 啥这样的任劳任怨 没有换来她们母子二人 半点的关心和同情 换来的是一次一次的指责和谩骂 我和吴远迪的定婚宴 又怎么能少得了你西安然呢 第一支我已经发现手机了 记得准时来哦 你去找的就是这个人出去 好 我知道了 要不去听门啊 这是苹果油 你就是陷害人陷害我的呀 親愛的你錯怪安然了 那這一切 都是你做的嗎 後來 我發現了污染的 不遠之出軌謝安然 當天我把他倆捉姦在家 一路追到了樓下 這兩人竟然開車把我刮倒 讓我昏迷 卻沒有半點愧疚之意 不遠之 一開始我以為你只是出軌而已 沒想到 是早有預謀要置我一死地 所以今天我即使要忍著噁心 也要站在這裡 將二人的罪行公之於眾 我的天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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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你 是無緣之體 在你的拖鞋底下抹憂 是他要害你不是我 你女兒 你為什麼要害我呢 你現在讓我失去了所以我做的情 人人看我 就剩一個不見了 這期 全都會 你 你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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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我去 你這個風力人 我去 我去 你這個風力人 啊 你 你 我是搶了你了嗎 可是 我也感到領悠的懲罰 越迟 他拋棄了我 我在工作上 也有反不見的違約金 在圈內 我也被風殺了 你看 現在 你們的報應也來了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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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活 你別跑 我去 我去你沒事吧 月兒 我們他 之後也跑了 他們 也算得到了保養 算了吧 好好好都提你的 我去 你醒醒 你醒醒 我去 你醒醒 來人啊 救命啊 我去 你醒了 你醒了 你感覺怎麼樣了 沒事 吳彥之和西安人怎麼樣 他們都被警察帶走了 都受到了一個有之懲罰 你 你先說 現在 一切都結束了 我想 離開這個地方 去另外一個地方 開始新的生活 不行 我不 我不 我不同意 你小心點 這麼多年 我在你身上花了這麼多錢 幫你中醫治療 還有給你買衣服 再說 你 你 你住在我這兒 的租金 我想 沒有個幾年 你也還不完吧 再說 你就 就這麼一走 有點太不負責了 那我去了別的地方 打工賺錢 一樣能還你啊 現在手機轉賬很方便的 不是 我 我喜歡你 我 我要是不逼你一把 你是不是都不會笑我表白了 所以 你是故意的 說實話 說實話 你見過我最狼狽的一面 你到底喜歡我什麼樣 是啊 雖然我見過你最愛那個人 但是經過這段時間的接觸 我不激一個煩的人 我還漸漸發現自己愛上了 也 一個不錯 可是我年的後面 就這樣 一個人 不能 好像 我 și 我自己 我穿了 你東西 我穿了 by bwd6